那在《綜藝楊家家》裡面呢 其實我是演楊六郎 就是楊炎昭是他的名字 那他是在裡面拍的第六個 那他的性格呢 假如要用一句話來形容 就是我覺得就是仁愛跟堅持吧 因為他一開始在這個電影裡面 他是很渴望有一個就是美好的家庭 結婚啊 生小孩啊 然後他也從來沒有進過戰場上 然後因為發生了一些狀況呢 他們每個兄弟就要去戰場上 救他們的爸爸出來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過程中 其實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因為他從來沒有進過戰場上 然後進去看到很多那一種 關於生死離別啊 看到有哥哥他們一個一個慢慢的就是 離開他 然後他又背上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要把他的父親帶回去 所以整個過程中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 然後非常內疚的那一種心情 好 謝謝 一定要來 感谢观看